今天我們來到的就是東莞市的高步鎮 講到高步鎮 講一點東莞話的小知識 你們先聽吧 其實高步鎮以前是叫高浮的 但是因為以前的東莞話 是沒有F的發音 所以高浮就會講成高步 就變成今天的高步鎮 現在我身處的就是舊的高步大橋 千萬不要小看這條舊的高步大橋 有一件事令它成為全國第一 這床舊的高步大橋 是全國第一條以農民集資建橋 過橋收費還貸款模式建成的公路橋 沒有這座橋之前 高步鎮的市民都要靠渡船過河 這條橋建成之後 不單止方便當地農民 亦都帶動當地的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時代 這條橋可以說 見證著高步鎮人民 敢為人先的拼搏精神 算是靠太薄了 可以涼拌每 różnych百尺 每次做好讓你試一下 這個已經涼拌口味道了 這個…這個媽媽喜歡吃得不得了 這個是… 芝麻油、胡椒粉、豉油 用冰冰的那段時間 一起吃 說一下有沒有? 索索性 接著要打魚蛋 是 神經易動 怎麼打到它起膠呢? 打到起膠, 它是知道的 要滑的 放下去, 這樣嗎? 很熟悉 真的嗎? 是, 說假的 要打多久呢? 斬到嘴巴咬, 推到嘴巴咬就行了 斬一下不同方向, 斬一下 斬一下, 十字刀 好, 以前說的, 記得 今晚做一把刀 我來了這個十臂刀 看一看, 炸了一條咪 這些可以營味 陳皮 越老越香 蒜蓉 花生油 拆拆機構 人手不斷炸 世俗的寧情, 每一家都會做 萬家燈火 是 讓我試一下 好 好, 這樣 你炸一下… 炸一下… 炸出來 是 很香 我這樣聞到也聞到蒜香加果皮香 是呀 夠圓了 我來的 哪裡來的? 你是高手當中的高手 我是新手 是 真的差很遠 你煮的比較遠 一定是吃浸著的 是 你看起來, 外表有點像貢丸 但其實原來它是魚丸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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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皮很香 是呀 人家一吃就有分口了 先生而言, 他是視角非為的傳聖人 這裏如果是視角非為的話 很多人還能吃之外 我想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過來學煮的 小學生, 有時候淚世五座人 可以炒刺, 接著做給他們看 然後給他們上去看營 真的這種文化傳統 真的要繼續傳承下去 老闆娘, 你好 大家好 是否九八年就開到現在 是呀 真的有25、6年歷史了 對, 25年歷史了 這麼多年都不加價? 是呀 一碗糖水, 我看見是三個半 一碗麵也是七、八元 雞翼那些也是五、六元 你看, 蜜蜜蜜 新的嘴巴也要加一點 這樣吃法, 二十多元 真的可以吃到嘴巴 做個番薯糖水吧 好… 這麼大碗? 要吃嗎? 還沒吃嗎? 地瓜很甜 脆口也不會太軟, 剛剛好 其實這個很健康, 吃到在地瓜 例如有一種特色美食 據聞有百年歷史 好像有喜慶事情的時候 家家戶戶都會吃的 就是保安維扣肉 好, 也不容易 是呀 要插到多深? 你插出皮就可以了 我們盡量打多一點 容易入味一點 炸出來的效果 皮才會鬆化 一直打, 也有些油出來 沒錯… 需要用到白醋 白醋的作用是一個, 把油脂 還有它滲出來之後 待會炸的時候, 再鬆化一點 然後用鹽去拆掉 好 就是盡量拆在剛才的洞裡 是, 我們拆了鹽之後 然後就要炸它 這些時間最慘的是什麼呢? 就是切著也想咬一口 你看 彈一下… 你已經很想咬下去了 真的 那我們就拆 拆在我們很出名的 TVB古裝劇公雞碗上 什麼朝代都是用公雞碗的 我們古裝劇 一塊芋頭, 一塊蓉 皮香下? 是, 皮香下 因為到時候回來之後 變成皮香上了 到時候回來之後就會很帥 震震南乳香 很香 果然是入口即用 很入味… 因為應該是剛才蒸的時候 是在底部的 醬汁全部倒進去了 油已經被芋頭吸收了 芋頭也是很香的 有南乳的香 又不膩 又有點甜口 東莞的扣肉是偏甜的 客家的有區別 客家是煤炭扣肉 鹹一點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口味 自己可以選擇